好我来示范一下这个training这边怎么 就是这个程式怎么使用 首先先打开这个AD的功能 主要是因为我这边修改了一下 把这个Windows也加进来 就是它有一个Command.com进来 所以在执行的时候 Command.com会得到一些讯息 我想这样子在training上 你比较知道它在做什么 因为有些细节也没有办法放进来 好那这边start当然就是开始训练的部分 这边第一个是按钮是选择这个dataset 那目前现在我只用了这个MVTAC的这个AD的一个资料 它当然还可以用其他你也可以自己的使用资料 那资料的安排方式我待会再跟各位讲 好那当然在这个里面我就会说出来说 它大概有哪些 在AD的这个资料夹里面它有哪些 那我们简单的就用Battle来示范 好就是一个瓶子的这个由上往下造的一个状况 那你可以给它譬如Battle 好那我用Z2或者Z3 好那因为我这边可以 我以前有训练过了 所以我就用了一个新的名字 那有两种model可以选 那small model和这个median model 当然small比较快一点 准确度稍微少一点点 不过通常应该都够 好那这个只是它在这个中间隐藏 Autoencoder这边 它有一个隐藏层的数量 好就是teacher和这边它的数量都会稍微比较少 teacher student 好这些它里面中间的隐藏层 就是它的那个feature map上面 在中间的这个部分上比较少 median比较多一点 好那这是你选择 如果你用small的话 你就要用small 如果你用median的话 这边要麻烦你先选median 好所以我用small 好那这边你可以选择 我们在中间转换的过程当中 我们会把影像缩小到多大 假如你有一张900乘900的话 那基本上这个系统 会把它缩小成256乘256的一张影像 再进行 好再进行这个部分 所以你要心理要预知就是 900乘900的影像 它会先缩小成256 所以它会损失大概 四分之一 就变成了四分之一大 那表示说 你原来的pixel 你要算出看你原来的瑕疵 在这个过程当中 会不会损失 这件你一定要注意 好那 接下来就是 你要训练的这个training 的epox有多少 好那我现在是设了2万 那再来是patience 如果它都没有进步 1000步里面都没有进步 就会自动停止 好那你又可以把它缩小一点点 那通常你就会知道 你可以测试一下这样的部分 那AUC的这个period 就是来秀它 它的AUC的这个分数 好那我每500次 我就秀出来 让你知道一下它大概的进行的结果 好那 Showing Period就是每一次 它的这个graph的秀 就是图形 代表你看到图形秀的一个状况 好那这边你可以自己测试 你喜欢用什么样的组合 不过我建议这边就是维持稍微大一点 让它一段时间 譬如你用个700或500 它让它跳出来 那通常你的AUC要到99 好90 我通常都会训练到99左右 97 99这样 好那训练的时间会比较长 那在paper里面它是说它训练700次 用A1000的这个训练的话 大概是20分钟 那我这边大概训练 如果你是用256的这个影像的话 那大概会 也大概要半个小时 我猜 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start 我们start以后呢 那因为它会有一些这个 就是它用了一些data load的一个动作 所以它在这边会 它这边会锁死一段小的时间 所以你要注意在这段时间之间 你动它它就会 螢幕就会 好那可是这一段时间 应该不会太长 这跟你的电脑的好坏有差 好 它应该进完了 所以你就会看到在这里 它就会有这个 它告诉你这个data load的状况 它这边会产生 好那现在告诉你 已经training的一个状况在这里 好 所以我把windows打开的 这个command come打开的原因就是这样 让你看得到 它训练的一个状况 好那这就是它训练的graph 好那是这loss 那loss会越来越小 通常 我会train大概1到5之间 好就是看你的事 看每个问题的不同 好它会一直往下收敛 大概说到 它通常你看这个graph 一直到了水平的时候 你就可以停止 好那通常是这样 好那这是大概它训练的一个过程 那因为训练时间很长 好所以我就我就把这一段 好那中间有一段时间它也会 会锁死一下 因为它只要用到data load的时候 这段时间会锁死 好那这个是大概我们训练的一个 一个状况 好我来注入一下有关 怎么使用这个predict的这个部分 首先呢我们要选择 所谓的这个ad的这个model 也是我们刚刚训练好 假设我们有了这个bottle 你看我在这边有训练了很多 有512有768的 好没有标的就是512 我们用512 因为速度比较快 所以打开它会把所有的这个档案 相关的这个model 全部读进来 接着我们选择mvtech里面 它有一个test的 的这个测试的测试的影像 所以我们假设用small的这个测试影像 好不需要进去 因为它判第一张速度比较慢 我没有写那个第一个 把它预判的动作 你可以写一下 那它速度就会节省 那判第一张要4秒钟 好那我们看看 假设我们判第二张大概是0.2秒 大概0.2秒就可以判完 好那你会看到 会找到它的heat map 它的这个瑕疵的地方 的确被显示出来 那我们可以做segmentation 然后做contour 它会找到contour的位置 然后做bunding box 那你可以一张一张的去 去找这样的一个相关的瑕疵 好那这边我最好的设计的瑕疵 我刚刚有算过大概是60几 60左右 那它的瑕疵会是比较好的一个瑕疵 就是overkill 和underkill的数量都不会太高 这样 好那当然你也可以使用 使用看看别的 譬如你用这个 假设好了用 随便 leather metal Grid 好我们看这grid比较特殊 我们看一下 那我们去看一下 它的这个测试的一个程式 测试的这个影像 我们看一下bund 好它会长这样 所以第一张照出来 做出来的结果会长得美 是像这样 好那你看到这边 就是它的瑕疵的地方 好你看到这边有瑕疵的位置 那你可以segment 可以把它圈出来 好 那同样的 这个都可以秀出它的效果 好那这是属于这个 predict的部分 那当然重要 它还有一个threshold 怎么去找到这个好的 一个threshold的一个方式 那我们后面再来看 最后我们来看看 最后一个功能 叫threshold search的功能 也就是我希望在这里呢 要找到 一个好的thresholding 好那基本上我还是用这个model bottle的这个 这个 这一个model 然后我们看一下 我们用的测试的影像 所以你要选择 bottle的test的这个目录 选进来 好那我自然会把这个test的影像 露得进来在这里面 那这边我们可以设定它 你最小的瑕疵 你希望长得是多大 好那 譬如它的面积最小要多少 好这个最长度至少要多少 那我才认为是一个瑕疵 你可以用这样子来增加你的这个 因为有的很小的瑕疵 厂商认为它是不需要被判断 好那第一个 我们要找到所谓的lower bound 好就是 当然你可以直接测试啦 你可以直接测试这里 譬如我今天选择一个 一个是60 我的threshold选60 那你看一下 它会算出来告诉你说呢 好 那 你会有两张的overkill 这个一张的underkill 就会漏一张 会有 会有 那两张 所以它会 我会 你可以直接从这里去射 当然你可以往下 是 通常你知道 大概射到53的时候 那它你再做一次 好 它就不会有 就不会有这个underkill 的状况 可是你会有overkill 两张 所以有这两张 你会被overkill 通常我们在射的时候 可能会射利用这样的方式 那我的搜寻的方式 当然第一个是先搜 我最少的 这个最低 就是你最低的一个 这个 就是没有overkill的话 的一个数值 通常你摄取出来 就会摄取到87左右 然后你会再摄取一个数值 是没有underkill的 大概是53 因为我试过这是53 好 你可以直接算 然后再从这个数值中 你去找到一个 给你满意的 的一个方式 那有人是用F1来做 F1的数值 那我觉得这个不见得好 所以我通常 我会把这个 这个 这两个数值都找到 然后去算它 觉得要哪一个数值好 那做好的数值呢 我们会把它放在 它的一个 在这个output里面 它会有overkill的一个 状况 这是刚刚 overkill的两张影像 好 你就会知道这边 它有它的这个 就是 你注意看 这两张其实应该是 是OK的 可是呢 我们还是把它删了 可是因为 我们要抓到 所有的不良品 所以就会有 两张的overkill 好 那所以你在这边 你就可以看到 看到你不同的 这个结果 这样 就是你不同选择 不同的 櫻木的 这个不同的 threshold的一个结果 那这边提供了一个 简单的功能 让我帮你知道怎么做 那当你可以这边 先search 你可以search 说 因为这个比较久 你可以search 到底 你看这边 会跑23、24 你注意看 这边会跑这个数值 27 它就一直告诉你说 你在不同的状况之下 不同的threshold 状况下 你会 误杀 这个overkill 多少张 好 所以我会从 有小的一直往上去做 好 慢慢就会知道说 当它到 44的时候 好 那它就可能只误载了 看一下几张 好 它会告诉你大概只有 你误载了多少张 好 所以你大概知道 现在这个 这是最后的 做出一个方式 就是这样 那这个做完了以后 接下来你就会知道 它现在一直在伸 它会伸到87的时候 它就会挺 好 因为这个我试过 那这试到87的时候 它就不会有任何 一张的overkill 一张overkill 对就是不会误杀 好 可是那这个误杀 不是我们最 我们希望误杀 越少越好 那我们绝对不可以 尽量不要放掉 这个所谓的 这个 呃 真的瑕疵 所以就不能有underkill 所以这个专门是 抓underkill的部分 好 underkill的部分 我们看看它怎么做 好 它就会一直 从这个 基本上往下找 好 往下找到一个区间 它就会慢慢一直搜 搜 告诉你说 用90的时候呢 你还有三张 你用threature 用89的时候 就剩下了 这个两张 那事实上 你可以选89的话 你都不会overkill 所以这是一个 不错的一个数字 好 应该选这个数字 是其实最好 反正我都要overkill两张 所以我应该选89 这个数字 所以我把这个历程 秀出来 你可以选择到一个 最好的一个数字 在这边 好 大的这张图就是我们 这个 所谓的 overkill的 就underkill的一个数字 这样 好 它到53了 还没到 对不起 它到77而已 再往下看 这边需要一点时间 它会不断的 用不同的threshold 一直search到 你想要的结果 这样 所以你一直往下 search到53的时候 它就会没有 它就会告诉你 我没有underkill 好 所以你就会有这样子的 一个 一个数字 这样 好 再等一下 我把这个录完好了 好 它已经到67了 现在67了 现在 还会有一张 也就是这个003的 contamination 这一张 它会overkill 那其实 因为这一张 其实看起来没有 你去看到荧幕上这一张 看起来其实没有什么 夹肢 是可以接受的话 你就把这一张拿掉 那你就会知道说 它应该是ok的 这样 不然如果你真的有的话 你就把它丢到 那个学习里面 看看结果怎么样 好 它会告诉你 最后结果是59 59的这个数字 所以你可以用59 去做这个 好 你去看到59 它去测完了以后 它告诉你 好 offkill两张 没有underkill 所以对不起 我刚在这边 我用53嘛 是不是 所以这边你就可以开起来 好 你可以把它打开 我们试试看 刚刚的这个bottle里面呢 在train里面 它contamination里面 有几张 是这一张图 你注意看 那如果我们刚刚是多少 59 我们选一下59 好 选一个59的数值 好 你注意看一下59 这是几张 比较不容易抓的 它都有抓到 这一张 好 这边有抓了一小点 实际上 所以说 我倒建议 让它干脆再下来一点 它可以抓到比较大 好 这样子会比较好 所以我觉得应该53 可能会是更好 所以我用了这个数值 我能够确保 所有的这个 这个有瑕疵的 我全部都有抓到 好 就像这个乌览的这一张 全部都有抓到的状况 那当然其他的地方更不用讲 你在这里用8桶里面 有关大小的 这些其他大小的 这些里面 全部都可以抓得到 好 你去看到这个 因为有红色的 表示它一定抓得到 那浅蓝色的时候 你要考虑 就是要多 多小的一个数字 让它可以抓到 好 那这个大概是我这个软体 只要 所要使用的一个 一个 这个部分